过往这些77年来的所有修订 都没有考量党籍的限制 嗯 我这就这个要排除 一定要排除党籍限制 待会我来谈一下要怎么修 是 接下来啊 通通没有谈到 不适任的大法官的决认 对 因为 现在来讲有立法院行使统议前 应该要修法 那种不适任的大法官 在立法院可以行使 挺任前 這樣才是叫前者相反 你不如提的時候沒者 所以法律不應該這樣子 應該要有一個 close loop 要一個循環 那這次我們看到 監察院也提出視線 那這個我都覺得 不是很妥當 你看監察院本身功能 現在在大多數的廣泛人民 認為是適當的 甚至連執政黨跟在野黨 也提出要廢掉監察院 我也很早就提出廢監察院這個主張 廢得成 我想這個沒有做不到的事情 總有一天一個沒有功能的機制 一定會被廢掉 為什麼我提出監察院 是很脫細的 我們從整個陳情案件來講 從105年到113年 總數是11萬7千件 11萬7千件 真正的派查率只有2% 只有2700件 另外病案處理件 總共事件案件有35% 4萬1千件是病案 這就非常奇怪 代表說我們的案件 被呈情在監察院裡面 有3分之1的案件是疊同的 他會病案 這非常不符合邏輯 所以監察院它本身 監察已經不是人力機關了 立法院的執政行政法 以及國會調查前 這些藐視國會罪等等 在總統府建察院 行政院執政黨 黨團 可以說事官旗下提出失憲 這樣來看 還沒有釋憲 道法官的憲法公正 已經備受質疑 所以這都不是好事 如果質疑會變成真 除了理由跟過去的釋憲 或是過去現在的執政黨 所提出的主張 並沒有衝突 而且可能是過去執政黨提出的 如果這樣的情況之下 那釋憲出來 社會瓦覽 我想這個大法官可能 也會一起被屁葬 這個前民拭目以待 大法官屁葬 這個對一個國家 非常支持抵抗 是 你是說萬一 釋憲都沒過 看理由 看理由 如果萬一都被判違憲 那在野黨要怎麼應付 說實在話 如果說真的這樣的話 就是民主國家的悲哀 為什麼這麼講 其實我開宗明義就講到 大法官在任何的民主法治國家 裡面都是非常高職務 而且是法學界大家所敬仰的 你說美國的大法官 他是只有九位 美國那麼的大 但他只有九位大法官 而且九位大法官 他的任期多長 大家知道嗎 是終身任期制 美國只要任命了一個大法官之後 他的任期可以到 直到他想退休或是他死亡為止 是終身任期制 但美國你會覺得說 也是一樣兩黨啊 有共和黨有民主黨啊 但是有沒有聽到說 美國人對於九位大法官 比台灣還少 台灣還有十五位 美國只有九位 但是有沒有聽到說 美國三億多人 好像會去質疑 他們的大法官不公正 好像相差的這個評論相對少 那回到我們的中華民國 當初的這個設計 其實我們也認為說 大法官他是憲法的守護者 他應該所做錯的判決 都應該是要變成是 我們所有法界 大家要一體適用的 所以如果說 現在國會改革這個解釋視線 你真的要推翻的話 你真的要宣告違憲的話 那第一 你會推翻過去大法官的視線 因為過去大法官的視線 就已經有告知 已經有說明 立法院其實是有調查權 大法官之前已經宣佈 講違憲我們還是可以照制度 而且這個制度是 總統已經宣佈可以實行 還是請他來 當然 應該這麼講 但他現在按你罪名說你違憲 沒有 現在違憲是柯建民 違憲是民進黨所講的 還沒有判出來嘛 就是說你自己 不能求援兼裁判 你是求援你就不能 人間裁判 裁判為不為憲大法官說得算 大法官什麼時候說得算 是等憲法法庭開完之後 他來做出解釋 但在這個過程裡面 只要還沒有宣佈任何的狀況 法令怎麼規定 你就應該要怎麼做 而且是法令怎麼規定 所有人都應該要遵守 所以有調查權 有聽證權 只是說施行到什麼程度 有請總統來國情報告 但是賴總統也講了 這是不合法不合憲 所以他不會來 所以很多人就講 那我現在不想要繳稅 我就申請稅制的釋憲 那在大法官還沒有解釋 稅制釋憲是違憲或合憲之前 我可以不繳稅嗎 那有樣學樣啊 上行下校 怎麼可以這樣 這樣才可以 那還有大法官我覺得 最後一點就是說講到 最近也有討論到 這個死刑存廢與否 也是要大法官解釋釋憲 如果說大法官再去解釋一個說 哇 死刑原來是違憲 那台灣突然間沒有死刑了 你覺得國人能夠接受嗎 好像沒有這樣處理嗎 我今天不是要很明確的講 但是過去到現在 其實大家就講是說 刑法的一個裁判良權 以及我們刑法的立法 這個是立法院的職權 你也不應該用司法院的大法官 來去解釋說到底 立法院所訂出來的法令 到底合不合憲或違不違憲 更重要的是 這個已經過去存在那麼久 如果你現在因為要迎合 民進黨政府他們想要推動的 這個什麼廢死政策 你就要這樣子來去做解釋的話 其實反而會更傷害 而且更激化我們國內 大家所有一致的對立 對 這對民主機制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你也和我一樣 愛吃米食 麵食 甜點 以及手搖飲嗎 我特別瞭解你的煩惱 所以現在要跟你分享一個 可以放心享受美食的 超級好物 就是這個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餐前30分鐘一次吃兩顆 吃大餐So easy 往往出品的這一款 每日完勝白勝豆萃取物 口含定 是檸檬紅茶風味的 像這種夾鏈包設計 特別嚴選了北美優質白勝豆 獲得了美國FDA的認證 以及GRAS健康許可 這個成分其實是很天然 而且品質安心有保障 所以現在就趕快上快點GO 為自己的健康自信 以美麗下單 很重要的是記得輸入推薦代碼 因為會有額外折扣 今天到終了 注重价 來 記錄 收聽 經歷 影片 轉 做 記錄 控告 電 看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